这个瘦弱的老头年过八旬身患绝症却无人问津 为了不拖累家人主动放弃了治疗 唯一的心愿就是一件件前妻和子女 二儿子深深来迟 却表示要不是为了舆论的压力 真不想踏进父亲的院子半步 难道又是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吗 2018年大年的初二 这位叫做李清远的老人 被查出身患癌症而且还是晚期 他从陈旧的柜子里翻出了一张褪色的照片 一脸深情 唯一的心愿就是见见前妻作文香 当年李清远做生意赚了不少的钱 在美人的撮合之下 娶了镇上的有名的美人作文香 婚后还生下了两子一女 幸福生活现差旁人 小女儿不到一岁的时候 两个人便闹起了离婚 前妻带走了三个孩子 就剩下她孤苦伶仃的生活 还曾多次上门去找 却被娘家人给轰了出来 到学校去见孩子 儿女也对她避而不见 如今她身患绝症 人生即将走向了终点 再多的仇怨也应该放下了 而前妻和孩子的举动 再次让人心寒 李清远是真的用情太深 还是说另有隐情呢 咱接着讲 二儿子一句话 让整件事情都出现了惊人的反转 原来李清远如今看着是瘦骨离巡 其貌不扬 年轻的时候可是风流倜傥 身边的女人不断 要不是一夫一妻制的法律 限制了她的发挥 估计早就已经是妻妾成群 想起了奇人之福 人颂外号 现代版段正纯 她要是临终前想要见一见后人 可能要惊动半个阵子的人 可见老人真不是一般的风流啊 前妻邹文湘说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李清远年轻的时候确实是挺有能力的 当过包公头 手里边还有一点小钱 确实生性风流 在跟她结婚之前 已经有过四段的婚姻了 每次离婚 都是将孩子丢给了女方 她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 婚后等她怀了孕 李清远才跟她说出了事情 为了孩子她只能忍气推升 没过多久就发现 丈夫跟前妻是藕断丝连 还跟镇上的其他女人有暧昧 把人往家里变领 最崩溃的是染上了毒眼 输光了家产 还对她拳打脚踢 最终忍无可忍才选择离婚 死性不改的李清远总是上门纠缠 她只能谎称已经在婚了 独自拉扯三个孩子长大超人 各种业词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这就为您揭晓 八旬老人身患绝症 临终前想要见见后人 竟然要惊动半个阵子的人 大儿子李光诚证实了父亲李清远的花心 她是李清远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 父母离婚之后 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花心好赌 没有责任心 对于她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 提到父亲的子女到底有多少 还有一些抬不起头来 表面上看着是有八个兄弟姐妹 但是据她的了解 当地至少有几十个孩子 都是父亲的血脉 半个阵子都是李清远的后人 那么李清远想要见前妻的心愿达成了吗 则伟湘的儿子提起父亲就恨得哑哑 在她的记忆里 父亲经常将母亲打得皮开肉绽 离婚之后 母亲带着他们姊妹三个人生活 日子很艰苦 为了养活他们 曾经还卖过血 一次自己生病了 她花光了家里面所有的钱 坐在医院门口饿得不行了 还是好心人给了母亲一口吃的 如今她已经结婚生子了 有能力去孝顺母亲 提起那些悲惨的经历 对李清远也谈不上恨 最终跟母亲和姐妹商养 还是决定不去见她 李清远得知消息之后 眼寒热泪的说 我会等孩子们原谅的那一天 这是在为我过去赎罪 对于这样的结局 有人觉得活该 有人觉得前妻和子女的心太狠了 对此您是怎么看了呢